台湾媒体报道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近日在邀请外国客户来台设厂时 遭到了对方以台海局势的紧张为由 直接拒绝 郭台铭表示 台海现在局势紧张 外国客户在下订单前都担心 在台预定的产品会因为战争无法正常交货 尽管郭台铭再三向其澄清不会开战 但外国客户却提出质疑 称郭台铭只是自说自话 甚至还建议其把产品移到海外生产 这次郭台铭在捷克跟拜恩泰克的老板 谈到台湾生产 对方就直接以台海局势紧张为由 拒绝到台设厂 此外 郭台铭之前大力投资的台康 先前曾接下美国的订单 但现在也决定放弃 令郭台铭非常愤怒